谢谢各位 很简单的问题 你这个感觉心怀的人 哪几位你们参加 感觉心怀的解决 没有这个我其实刚刚有看到 有 就是是不是小小小学 你会讨厌 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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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是看我的场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 在一开始要拍摄的时候 我其实 其实也是很害羞 所以我刚刚刚要 我要去找一群就是反核 然后他也愿意付出行动 因为你反核是一回事 你愿意参加这个计划 又是一回事 然后 你愿意参加 但是你可能也不愿意露面 对那我要怎么去跟他们互动的沟通 所以其实 我那个时候 我开始这个计划 我就跑去那个不要核四五六 那个自由广场 我就去邀请他们去参加 所以我也是在那个场面 才遇到这些人 基本上 我在路上是搏运到这些人 对 所以 所以 以我的场域而定 对 像 像里面的春树星 或是像是我的 呃 盛汉 就是他们都有拍 你知道 所以 我觉得就是机缘吧 就我不会想要刻意去找一定是要名人 因为我反而觉得 市井小明也有自己 他去反核的意思 对 那我我其实 这也是我之后 如果要再去拍摄 我会想要可能就跳市场 就是去传统市场 那实际上也可以看看他们对反核的想法是什么 对 嗯 然后你本来想说他自论是哪说 哈哈 因为本来想问你的 我真的想问 我可以继续 对 而且询问了我们后面提问了我们可以收小卡 等一下陪你给英雄小姐签名 哈哈 要签名 我想问说你觉得一般人 是 就一个一般人的立场来说 我们这些关系 就是关系未来的发展 变购不够用 这老店会不会便宜 那你觉得要怎么样 那这些人 就是他们说 为什么你们要拍 你觉得一般人 台湾人 就是台湾人为什么要拍 诶 其实我今天有带反核副卡 文化来说想 就想要给大家 因为 呃 我先回答刚刚那个问题好了 就是 呃 为什么要反核 其实 就台湾来说 大家应该第一个会想到是地震 对 呃 我们的地理环境其实跟日本很像 那 刚好 我一直觉得我们很幸运 我们是站在还没有发展核灾之前 就去反核 对 有国家 那 呃 像日本他可能就来不及 可能他 过去也有反核情统 我们一直一直一直都是被政府 被政府抵耐或是政府忽略那个声音 那在他们2011年地震的时候 也有了浮导核灾 嗯所以如果你问我 我要怎么去说服别人或是我是如何 告诉自己台湾真的不适合这个能源的时候 我会说 我们在地震带上面 对 那另外一个是我一直觉得核废料 另外一直在那核电的立场 就是我一直觉得核废料是我们人类产生出来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对 这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 就代表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去去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使用这个能源 对 这是我很相信的一件事情 所以 如果你问我台湾的话 我会说地震带 那对核电我觉得核废料我们没有办法解决 那 再来就是它是高风险 就算我们就算政府宣称它的成本很低 但是我们没有把所有环境的风险 我们没有把那些心理成本 心理影响的成本放进去 所以 这是我觉得需要去正视 还有面对的很大的问题 嗯 谢谢 我非常谢谢影秀 那现场还有 有没有 有没有提问 没有 那你就请他介绍 有没有说你都要去国议 你都搞得好像真的记者会 好 只是要去巴塞龙 对 你有没有预期要跟大家找到 还有你会不会有什么业的计划 嗯 好 嗯 其实 其实这个打算大概是 在大概五六月那个时候 有那个念头跟想法 然后 我一直觉得 我好像没有很坦然面对自己 就是真的想做的事情 对 然后像画画和艺术这件事 我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 但是 但是我没有给自己一个非常大的动力去做 然后在我可能要大学联考 我也是没有特别的想法 对 那反而是因为那时候也很喜欢电脑 我就去念资讯管理 然后就是觉得 好像透过写程式也可以做一些改变 做一些事情 可以像是少直话 就是少直话 就是用系统去解决一些些问题 那事实上用程式去改变世界 像现在理事政府 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对 但是我始终觉得 我始终觉得 我 我很想要 我在后来的一些时间点 就是我开始接触艺术治疗 然后开始是知道 台湾目前对于精神病这样子的案例跟个案 还是使用药物治疗 对 那基本上我觉得 如果你有忧郁症或是那类的精神疾病 其实你是心里有个结没有打开 对 但那个结不能靠药物去 只是减化你的症状 就是你真的需要直视那个问题点 然后去解决 去问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你要怎么去抒发 所以这也是刚刚我提到艺术治疗 其实它某一程度 它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你去问为什么你会这样 然后你对于 就是你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和看法 然后实际去 去跟这个问题去 去讨论 去实际的去解决 对 而不是透过药物去 减换症状 然后可能让自己的精神比较不济 比较不会去想到这些问题 对 所以其实在那两年 我认知到这个东西 然后也去参加艺术治疗师的培训 然后也去 也去真的去一个画室 就待了一阵子 对 那我后来 其实就有一度很想要成为艺术治疗师 对 然后 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 我得先要面对自己 我觉得就像每个治疗师 都会有自己的治疗师一样 就是我们一定要先面对自己 然后面对自己 对于你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看法 还有你到底 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想象 对 所以我觉得 从 画画 从我在接触艺术 然后我看待艺术 还有别人怎么样去看待我的画 其实我觉得里面有好多东西 我是想要去了解跟聆听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 后来想一想 我觉得我应该要去面对这个渴望 对 然后也是为什么我想要再去 再去那边 就是去那个艺术工作室一见习的想法 对 所以大致上脉络是这样 对 因为刚才您提到说台湾是不是会更好 因为人家这个主要的问题 更非常感兴趣这个渴望 在天气的方面 我觉得你觉得台湾的天气会越来越好 因为整个世界都是这样 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台风过了以后 这一两天之内天气都非常的 非常的好 我们远远的看着都很舒服 如果面跑身体都很舒服 但是 渐渐的就发现了 我们以前都是很难过的 一出去跑 回来就是磕瘦喘气了 各位相信 不只是我们 整个世界上都在迈向 把世界弄得越来越糟糕 让您来对这种世界弄得越来越糟糕 我其实在 我在办 第一个画展 《笑容不会腐朽》 刚给大家看那个 有一个例子 那个 我其实 里面有就是有华光社区那幅画 然后其实我在跟大家介绍这幅画 我都会先跟他们讲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唯一可以留给子孙的不是钱 也不是土地 不是所有任何实际的东西 也是我们的环境 对 而是我们一直以来生活的这个环境 对 那 我之前是一个朋友 然后他跟我讲一个概念 就是 印第安人他们其实 遵循一个七世代的概念 他们为了就是自己的后期世代 去努力维持现状 让环境不要被破坏 对 那 有些时候我会觉得 我们人类在发展 其实牺牲掉很多东西 对 那个发展过程当中 尤其是从 开始工业革命之后 我们开始 仰赖很多很多的科技 然后很多的 开发 那这个开发对我来说 不是完全没有必要 对 我不想要去否认他可以某一程度在我们的 生活 扮演重要的角色 对 他可能在某个进程上面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是 呃 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想一想 我们七世代的子孙 我们到底想要留给他们是什么 我们到底想要 就是我们最后面对他们 只能跟他们说 其实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以前这里更漂亮 而不是被污染的空气跟水 和土地 对 所以 呃 我自己的想法跟概念是这样 就是 我们真的可以留意他们是我们的环境 所以 这是 这是 我认为 如果我们可以做出一些 一些 维持 或是 可能改变现有不断开发的想象的话 我觉得 我们其实是有机会可以让未来子孙 生活的环境不至于太糟糕 对 嗯 谢谢 谢谢盈秀 所以我们现场朋友还有 媒体朋友要提问了吗 来请 阳光地币 其自发的需要没有 那个 嗯 你刚刚有频道不断的 可以有拍摄计划的 也请 最主要是希望 透过艺术的方式 去换取社会 当然 为什麽我们 今天是来记得的 请问 呃 你也觉得说 你对于 对于 币光地币 你算是聪明 你需要一些 可以发生 那 嗯 透过艺术的方式 来表达社会 以外 你怎么确保 你这样的表达方式 是有效可以换取他们的 谢谢 我刚刚想 其实想要 刚刚 谢谢你提醒 其实我觉得 呃 我刚刚提到 区块是 我觉得不管是 有核或反核 都是思辨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势必要在这个讨论里面 去想 核对真的适合我们吗 那我们适合什么样子的 人员模式 我们必须要站在一个 真的实际上去考量 呃 因应现在方法 适合的 人员和环境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一直觉得 政府该做的是建立一个平台 而不是很偏颇 某一个方面的思维跟想法 对 那 你刚刚提到说 我怎麽确保 其实基本上 我觉得它就像 可能我去当代艺术馆 我成为那里的工读生 有些人看得懂 艺术家想要表达是什麽 有些人可能也不会认同 艺术家对于 有些人就是 会认为就是 死刑就是要做 有些人就认为 就是 犯了罪的就应该被关 那我觉得它牵扯到 每个人的价值观 但我的想法是 就算我拍摄万人非合计划 我其实还是站在 我其实是 邀请你 对 但你可以自主选择 你要拍摄 或是不要拍摄 你可以 选择你要接受 或不要接受 因为 一旦我强迫你 那就不是我的初衷 就是我并不想要去告诉你 就是要怎麽样才对 就是怎麽样才对 因为 我觉得每个人 其实都是 独立的个体 他们应该要有自己的 思维跟想法 去想象 对于某些事情的看法 对 如果 如果一旦你很执着于 相信某些事情 或是 或是 你非要怎麽样不行 其实我觉得 那反而是危险 就是你反而跳入了另外一个 可能 只会让自己没有办法去 就是打开跟解决的那个 窘境里面 所以 我反而觉得 我自己是开放的心态 我也希望对方如果要加入 或是 对方对这件事情也是 也是 也是开放的心态 对那 很明显我的 万人非合拍的计划 其实是一种立场的表征 一种表现 那 我觉得好玩的是 我 我很喜欢看到 当每个人拿到他的作品的时候 他怎麽样去互动 就是他怎麽样 他想要摆出他想要做的姿势 像 好奇宝宝 就把他用成 就是 像是一件衣服 那有个男生也把他用成像 短裙 那 其实我觉得 对那就是每个人的创意 那 那就是每个人面对 核电 就是 我觉得他反而在里面看到一种希望 就是 他是一种 没有那麽难去跨越的一个议题 我们其实每个人都 他就像空气脏了一样 他就像是 我们未来生活的危机 可能会发生危机一样 都应该要实际的去面对 然后去讨论 用一个开放的心中去 去想 这样子 对 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 不知道我会回答到你的问题 好 谢谢 鱼臭小姐 他的艺术创作 画画他的画作 还有他的歌 他事实上是带着他的作品走上街头 以他的反而画来讲 他会带着他的反而画 到处去找适合的场合 那比如说 最简单的就是每个礼拜五 在中正纪念堂的散河的活动 那 事实上我也跟鱼臭小姐邀请过 在我们大声宫这个教室里头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空间 晚上我们有不同的朋友来上的课 白天呢是金鸿女中的学生 那我有跟鱼臭小姐提过 是不是他的画在他出国的这三个月 不要是空档 把他的画挂在后面 然后这个空间会有不同的人经过 然后